我會有戰士, 贏黃蝦王 姚本輝, 我要給甚麼? 厲害 忠心勇士, 操不操好我不知道 但出閘就慢了 嘗感恩, 今季進步也不錯 天日精彩, 這麼看心情的馬 又是很難搞的 歡迎大家收看居家論G1 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人Marcus馬佳倩 這樣開頭可以嗎?Kitty姐 遮你的頭, 到我老了 Marcus, 在家裡大家輕鬆點聊天 主席短途長, 你怎麼看? 壓勻, 是否想過才說? 當然了 有料 主席短途長, 其實很多都是熟口熟眠 大部分馬都對戰過 其中一場很重要的參考賽事 就是4月5日舉行的短途錦標 當時也挺出人意表 有否令到你爬爬爬的頭呢?Kitty 是呀, 澳遊戰士 贏黃蝦黃 雙差22分, 怎麼可以贏得到呢? 姚本輝我要給甚麼? 厲害, 厲害 因為過往一隻澳遊戰士 三次跑轉彎路程都不行 一是他走二疊 一是就埋藍守著玻璃位 跟著別人跑 這兩樣東西似乎對馬都不特別有幫助 上次那次短途錦標就不一樣 他自己看出閘好像大家都不快 那隻黃蝦黃好像想尋覆盜 不如他自己走 中心用事出閘又慢了 原來他自己走 拿著條籃自己放 好像這樣的跑法更厲害 那天剛下雨, 踩到地 也挺絕腳的 Kickback很厲害 加上澳遊戰士又放順了 在我心目中 黃蝦黃上次贏不到有一點折扣 上次贏不到 有一點失望的是 你怎會在甚麼平房的情況下 追不到正澳遊戰士呢 究竟是否內蘭的地有些絕腳 所以令到他追不到 加上正澳遊戰士又放順了 對, 這次在雨 黃蝦黃和澳遊戰士 先說這兩隻 你覺得哪隻過終點才的機會較高 黃蝦黃始終在吸濟賽 多次上名 對, 也這麼準確 只有一次不入三甲 以實力和穩定性 我自己支持黃蝦黃 但又不可以少看一隻忠心用事 這隻當然是主角 上次也是失望的 國際賽那天跑完後 發燒一輪, 休息一輪 上次那場短途錦標復出 大家都覺得應該要操耗才出 操耗是否操耗, 我不知道 可能真的會操耗 但他出閘後就慢了 那一刻就慢了就要命了 跟他貴初那場就一樣了 馬很天才, 喜歡自己走 但他不喜歡困在馬群中跟著馬 一跟馬就亂了 追馬不是他的強項 靠放的話 其實很大程度上 跟剛才說的兩隻馬 組斷的互動是很關鍵的 首先哪隻放到剛才 哪隻跟哪隻跑 其實這個組斷已經影響了全局的形勢 除了形勢比較混亂 剛才提到的三隻 有甚麼其他組斷可以突擊嗎 大摩那一對, 常感恩 其實今季的進步也不錯 他有一個賣點, 就是準確 今季跑了九場 只有一場, 不入前四名 最早期, 第一次轉彎時 試過跑, 放在前面二疊 回到來沒甚麼 但之後又可以 又試過縮到最後潘頓 在尾巴追上來又可以 但他準確, 他的勝出率是低的 去到這些高水準的賽事 我有點害怕他本身的鬥心不夠 要贏的話, 我想這隻會比較難 但他二二三三 應該挺容易做到 對, 如果我們要選四隻 現在報名的日日精彩 這次可否真的可以跑第一 日日精彩 這麼看心情的馬 又是很難做的 其實你有心情便可以贏到 沒有馬就迷身 不太好心情時 總是幾隻馬一起鬥下去 你就跑第五 不可靠, 對 跑十一場 有五個第一、五個第五 很奇怪的馬 所以你亦坦不上話很穩健 但這些已經不會是排面的馬 不如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選了哪四隻 來吧 除了黃蝦、黃忠心勇士 和常感恩之外 不如要剛贏馬的奧遊戰士吧 起碼真的要贏 不需要懷疑他的狀態 你也不排除他可以再有進步 希望他也可以跑得好一點 輝哥也是欠冠軍的 我自己也很希望輝哥可以拿 Group One 奧遊BB加油 其他馬匹都要加油 主席短途獎 我們選了黃蝦、忠心勇士 常感恩和奧遊戰士 同日除了主席短途獎 還有女王杯 和冠軍一里賽的三場國際一級賽 4月26日 富慧保險冠軍賽馬日 記得留意 2月5日 他沒有為了 追見 Мы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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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